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便约好养活 他便也没有反驳了老人的一片良苦用心 反正只是小名而已 陆都君看着自己这对龙凤胎的小孙子小孙女 亦是笑得合不拢嘴 亲自派人替两个孩子打造了一对金手镯 并且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古董字画 寄送给了两个孩子 虽然他一直口上什么都没有说 但是陆家后继有人 他自然是比谁都要高兴 日后就算他见了列祖列宗 也不觉得有愧了 有了孩子 陆毅和金夏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陆毅从未想过 两个不会说话的小娃娃 居然会完全取代自己在金夏心目中的地位 他从金夏心目中最重要的人 瞬间转变成为可有可无的人 看着躺在金夏身侧的两个小娃娃 陆毅粗意大增 他用手摸了摸云河的小脸 唯唯曲曲地抱怨道 你们的娘呀 现在满心满眼皆是你们 谢莫杀驴也不过如此 金夏听见陆毅如此说 扑斥一声笑出了声道 陆少帅 您这是承认自己是驴了 陆毅白了一眼 金夏道 我什么意思 你心里有数 好了 你和孩子们吃哪门的醋 等他俩睡了 我给你按摩好不好 金夏哄着陆毅 哼 等他俩睡了 你确定你还能醒着 陆毅酸酸地说着 放心 我今晚一定醒着 金夏笑嘻嘻地看着陆毅 陆毅白了一眼金夏 随即低头 看着两个酷似自己的娃娃 严肃地问道 娘说你不爱吃饭 怎么回事 金夏叹了一口气 无奈得道 天气太热 我吃不下 你在忍耐忍耐 带你出了月子 我给你寻好吃的 陆毅哄着金夏 好 一言为定 放心 我养猪向来拿手 陆毅 我要是猪 那他俩就是小猪 金夏指着床上的两娃 气道 生气了 我开玩笑的 你分明是嫌弃我胖 金夏撇了撇小嘴 一脸的不悦 我什么时候说你胖了 曲解我的意思 陆毅立刻投降 就是 你刚才就是这个意思 金夏生气得道 我哪敢 况且 我眼光这么高 怎么可能找一个猪 陆毅 你还是嫌弃我胖了 陆毅感觉自己越描越黑 立刻让奶妈们将两个小娃娃带了出去 带着剩下两个人的时候 陆毅立刻将金夏抱在怀中 安抚着生气的小妻子 你别抱我 我好久没洗澡了 金夏不想让陆毅闻到自己身上的汗滋味 可是 陆毅却纹丝不动 继续抱着金夏 抚摸着他略有些圆润的身子 暧昧 得道 胖些好 胖些摸起来才舒服 我仿佛懂了 为何唐朝以胖为美 果然胖的女人 摸起来手感更好 陆毅 你个臭流氓 别闹 金夏被陆毅弄得心痒难耐 让我摸摸 乖 我不会胡作非为的 陆毅央求着 在这方面 金夏哪里是陆毅的对手 只能任其上下棋手 不知过了多久 只听见某人粗重地喘着气 暧昧地说着道 让我尝一尝 乖 陆毅 你 怎么可以抢孩子们的口粮 虽然 眼下并不适合颠乱到缝 但是 陆毅总是有办法 让自己得到满足 至于什么方法吗 自然不好透露 那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归防密室 其乐无穷